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國有一家網站叫做西路網 是中國最大的一個軍事盟戶網站 這個網站前幾天就刊登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講的是現在所有的中國人 甚至是全世界的人都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到底是怎麼來的怎麼起源的 這個文章它的題目就是武漢病毒非自然起源 然後打個問號後面的一句就比較驚悚了 他說石正麗致命鐵證曝光 石正麗可能有些網友還記得 他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個高級研究員 前一段時間有人就在質疑說這個病毒是不是石正麗 你們這個團隊製造出來的 那石正麗也公開的出來闢謠了 闢謠應當是打個引號的 他說絕對不是我們幹的 我以生命擔保我們沒做這個事情 這個病毒出現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懲罰 是因為人類你們喜歡吃這些野生動物 然後野生動物身上的這個病毒 跑到人身上了形成了這場瘟疫 那這個文章的作者就指責指控石正麗說 你再撒謊我們已經找到了你撒謊的鐵證 他在說這個鐵證之前呢 他先介紹了給網友介紹了一下 一個病毒學的一些常識 他說野生動物比如說蝙蝠身上 確實是帶有病毒帶有冠狀病毒 但是這個病毒啊它不會對人體直接造成傷害 它必須得經過變異之後才能夠對人體形成傷害 因為這個冠狀病毒裡面呢 它有個S蛋白 它對人體的這個細胞的這個受體 它是關閉的 它是進不了人的細胞的 那也就不能夠感染人 那麼它怎麼最後就形成了 這一場大瘟疫形成的新型冠狀病毒呢 是因為有人對這個病毒進行了改造 那是誰呢?就是石正麗 鐵證就是石正麗在2015年的時候發表過一篇論文 發表在世界上有名的一個科學雜誌 叫做《自然醫學雜誌》上面 在這一篇論文裡面呢 石正麗就闡述了怎麼樣把這個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 最後改造成為一個對人體具有極大的毒性的 可以引發一場瘟疫的這個病毒 它是這麽說的 它說這個冠狀病毒上面的這個S蛋白 它上面有個開關 把這個開關調節一下 它就可以和人的呼吸細胞和肺部細胞裡面的 那個蛋白受體叫做ACE2 這個受體就可以結合起來了 這一結合就可以侵入人的呼吸道和侵入人的肺部 那石正麗那篇論文裡面還說 他們在老鼠身上做過實驗 老鼠的肺部受到了感染 那在發表那篇論文的時候 他們正在猴子身上做實驗 猴子身上做實驗就可以進一步的證明 它對人體具有傷害性、具有毒性 因為猴子的基因跟人的基因是非常的接近 那當時石正麗他們是正在和美國的一家科研機構進行合作 美國的那一家機構看到了這麽一個病毒被製造出來之後 就覺得這是違反了科學道德 而且具有相當大的危害性、潛在的危害 因為這個病毒可以作為生化戰爭的武器 所以說他們就及時的退出了 而且那個機構的負責人、一個科學家 也在自然醫學雜誌上面發表了文章 說這種研究是不能夠繼續的、隱患非常的大 所以他們不幹了 那麼這個西路網站上面刊登這篇文章的作者 他就指出說你們石正麗團隊 你們有這個條件也有這個技術 你們懂得怎麼樣把這個病毒改造成為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 你們有條件是因為你們有50多種冠狀病毒的基因的樣本 還有基因的數據庫 你們可以把這個病毒和這個沙士病毒結合起來 最後形成了一個新的病毒 就是現在新型冠狀病毒 所以說這就是它的鐵證 那麼這個真相是不是就這麽簡單呢? 是不是就這麽被發現了呢? 是不是引起一場世紀大瘟疫的這個答案 就揭曉了呢?我覺得沒這麽簡單 裡面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 這篇文章他有幾個疑點沒有解決 第一個疑點他就是沒有提到艾滋病毒 在1月底的時候 印度的一個科學家曾經發表過一篇論文 說在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裡面發現了 有四個插入的序列 這四個插入的序列跟艾滋病病毒的序列是高度吻合 它也就是說這種病毒是冠狀病毒和艾滋病病毒 結合起來的這麽一個產物 而且呢他的這個結論也得到了印證 雖然這個印度科學家最後把這篇論文撤回去了 到底是什麽原因不清楚 我估計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因為到現在為止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科學家 沒有提出過有效的反駁 說你那個結論是錯誤的 沒有任何人說他在科學上面的這個結論是錯誤的 他撤回去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還有一些佐證 說這個新型冠狀病毒跟艾滋病毒有直接關聯的 那就是艾滋病毒的一些特性 在這一次這個新型冠狀病毒上面非常的明顯 比如說艾滋病毒 它是潛伏期非常長 那新型冠狀病毒呢潛伏期也是非常長 那剛開始的時候說是一天到七天 後來發現可以延長到14天 那現在前兩天又發現它可以延長到40天 因為山西有一個老太太 她是12月份就從武漢回到了山西 在山西一個小地方叫平遙在那個地方 那麽在前面這麽一大段時間裏面 在二月份之前這麽一段時間 40天的時間裏面沒有出現過任何的症狀 結果前幾天就出現了這個症狀了 也就是說它的潛伏期可以長達40天 那這個艾滋病那個病毒是非常的相似 艾滋病病毒它也是可以有很長時間的潛伏期 第二個相似之處是在潛伏期內 這個帶病毒的人 它可以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這和其他的病毒是不相似的 和沙士病毒是不相似的 沙士病毒它在潛伏期內是不能夠傳染的 這個病毒在潛伏期內可以傳染 那還有一個佐證呢就是 現在治療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這個藥物 最有效的藥物叫做克力茲 現在已經有三個國家把這個克力茲 列為了治療這個武漢肺炎的最有效的藥物了 抑制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最有效的藥物了 可能是不能夠完全的把它治癒 但是可以抑制這個病毒的複製 讓病毒不至於對人體造成太大的傷害 這個克力茲以前是治療艾滋病的藥物 現在很多艾滋病人還是要經常性的服用這種藥物的 所以說這種病毒和艾滋病毒之間的這個關聯 那是非常強的 那還有一個奇怪的事情就是 從一月初開始中國政府就完全控制了 生產克力茲的這個原料和中間體 而且也控制了所有的在中國生產的 這個克力茲的它的庫存 控制它幹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發生了之後 中國的這個政局肯定是有很大的震動 中國的這個黨政軍系統 中國的這些老百姓都需要這個藥物 那麼現在控制這個藥物 那就可以控制一大批人 你有我這個藥你就能活下去 沒這個藥你就可能死掉 所以說這個藥物它是有政治上的巨大的功用 好這是第一個疑點 就是這篇文章沒有解釋清楚 新型冠狀病毒和艾滋病毒之間的關係 那麼還有一個疑點呢 就是它沒有指出石正麗團隊 它為什麼要人工合成這種病毒 這篇文章它說石正麗團隊 之所以搞這種東西 是因為急於想出名想出成果 所以說不擇手段製造出這種害人的病毒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這個動機就是這樣呢? 肯定不是的 石正麗它如果是一個獨立的科學家 或者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家 它絕對不會去挖空心思 去製造出這麽一個病毒出來 製造這麽一個病毒 你除了發表一篇動文之外 還有其他什麽好處呢? 而且一旦這個病毒洩漏了 或者是感染到它自己了 或者是感染到它的這個團隊的人員了 那會引起很大的麻煩呢 它為什麼要製造這樣的麻煩呢? 它又不是瘋的又不是傻的 為什麼要去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 所以說獨立的科學家是絕對不會做的 那石正麗它是武漢病毒實驗室的高級研究員 而這個武漢病毒實驗室 我們在前幾期視頻裡面講過 它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科研單位 表面上看它是屬於中國科學院管轄的 但是實際上它是中國的軍方的單位 它是由中央軍委直接管轄的 是軍隊裡面用來研究生化戰爭武器的 或者是說防止生化戰爭武器的 這麽一個單位 而在這種單位裡面科學家的研究 都是完全沒有自主性的 是上面要你研究什麽 你就研究什麽 你只有聽上面的話 你才能拿到這個經費 你只有聽上面的話 你才能夠升職才能夠提幹 所以說它製造這種病毒 直接是受到軍方指使的 而且只有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當中 只有軍方才有這種動機來製造這種病毒 中國的軍方在二三十年以前 就提出了一個觀點叫做超限戰 因為跟美國跟俄國這些軍事大國直接對抗 那是完全沒有勝算 那怎麽樣才能夠跟他們對抗呢 那就是要打不對稱戰爭 超限戰就是不擇手段的戰爭 其中一種手段就是生化戰爭 我製造出一種超級病毒出來 把全世界都給感染了 把全世界都給攪亂了 你們再大的軍事實力也沒用 這就是他們的超限戰的思想 有這種思想了 那麽製造這種病毒 那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這篇文章沒有指出這個疑點 反而這篇文章是在為這個疑點是在做掩護 他說這是石正麗團隊為了出名稿出來的 而且他說這是無意之間洩漏的是一場事故 那麽按照這種觀點走下去 中國政府中國的軍方那就可以擺脫責任了 可以擺脫法律上的責任 可以擺脫道德上的譴責了 那畢竟是一場事故嘛 是有幾個科學家瘋子製造出來這麼一個病毒 一個毒性很大的病毒 然後又因為一場事故 因為意外洩漏出來了 那跟我們政府沒關係 跟我們軍方沒關係 那這一篇文章拋出來 它的用意就在這裡 這個西路網站表面上看 它是一家民營企業經營的一個網站 是北京的一家科技企業搞的這麼一個網站 但是這個網站背景也是絕對不簡單的 它是第一大軍事門戶網站 那裡面很多的這些撞稿人 他都是有軍方背景的 是有這個軍隊裡面的這個科學家呀 軍隊裡面的這些武器專家呀 軍隊裡面的一些指揮官 是他們這些人 而讀者呢也主要是軍隊裡面的人 還有一大批的軍迷 所以說這個網站是跟軍隊有直接關係的 甚至是直接是由軍隊來操作的這麼一個網站 那為什麼這樣一個網站 它在這個時候居然拋出一篇文章 就承認這個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呢 那是因為中國已經知道了 中國政府已經知道了 美國還有全世界好多科學家都在懷疑 都在調查都在研究這個病毒的來源 前幾天呢川普剛剛下令美國國家學院 調集一大批科學家來研究這個病毒的起源 他們知道這個只包不住火 很快這個科學研究的成果就可以證明 這個病毒不是自然變異產生的 所以說啊現在他們急於要為自己解套 因為一旦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病毒是中國產生的 而你中國沒有提供一種合理的解釋 那麼最後大家就說 你這是中國政府中國軍方製造出來的 真化戰爭的武器是生物戰技 那個時候啊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對付中共 那個時候中共啊那就被動了 那時候中共啊那就死定了 所以說啊他們現在要拋出一個這樣的解釋出來 要為自己解套要丟足寶具 那麼最後成不成呢?最後能不能達到結果呢? 我覺得這是不能的 你可能呢在法律上面讓人家沒有辦法來證明 說你這是直接由習近平或者是中央軍委副主席 或者是誰下命令搞的這麼一個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西方人真的很傻 他們不傻的他們知道這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 即使是沒有拿到啊這個所有的證據 但是呢現在有的證據也已經基本上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了 這是中共的一個大的陰謀 這是中共在研究生化戰爭武器 而生化戰爭武器呢這是違反國際公約的 這是反人類的所以說他們今後一定會 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是幾個月 可能是半年但是絕對不會超過今年 他們一定會開始對中共下手 那個時候啊中共末日也就到了 好那我今天呢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